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财经会演 我是宇明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四 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周四美股高开 标普500指数涨0.7% 道指涨0.47% 纳指涨1.36% 投资者关注鲍威尔等 多位联储官员的讲话 以进一步了解未来降息路径 市场还在关注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危机问题 与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商务部周四早上公布数据显示 美国8月 耐用品订单环比出值0% 比预期负2.7% 小幅上涨 相较于前置9.8% 大幅降温 表明 企业在大选和借贷成本 进一步下降之前 依旧限制投资生产设备 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 环比中值3% 略高于预期 2.9% 暂时缓解了市场 对美国经济的担忧 美国二季度核心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年化季环比中值为2.8% 持平预期和出值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降至21.8万人 为5个月的新低 近几个月来 尽管美国失业率上升 就业岗位创造速度放缓 但初请失业金人数 一直保持在低位 美联储理事库格勒周三表示 他强烈支持上周美联储的 50基点降息行动 并补充说 如果通常继续如预期下降 进一步降息将是适当的 美国国会两月周三通过了 一项临时支出法案 以避免下周出现 部分政府关门的情况 该法案已提交给美国总统拜登签字 黄金大升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黄金期货价格升破2700美元 现货黄金价格 一度升至2685.61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伦敦·布伦特原油 美国WTI原油期货价格 跌超2% 来看中国市场 中共党魁习近平 26日主持政治局会议 承认目前经济运作 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政府要确保必要的财政支出 表明要房地产市场 指跌回稳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常只在4月 7月和12月的会议上 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 这次却在9月底再度召开 研究经济工作的会议 或凸显在经济下行压力 愈发沉重之际 中共高层的担忧也在加深 彭博社周瑟源 也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正在考虑向最大的几家国有银行 注资至多人民币1万亿元 以增强他们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能力 知情人士表示 这笔资金将主要来自发行的新特别主权债券 报道指出 此举是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中共政府首次向大型银行注资 消息人士称 细节尚未最终确定 可能会有变动 中国的大型银行 一直面临着来自监管机构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些过去几年被要求支持经济的银行 目前正与创纪录的低利润率 不断下滑降的利润和不断上升的坏账作斗争 周四 中共政府还罕见地宣布 将在十一前向困难民众发放一次性现金补助 周四 中国股市出现强劲反弹 三大指数均升超3% 互值占上3000点 互生两市成交额11625亿 金士顿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 王蒂克表示 政治局会议声明公布之后 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立即飙升 这表明 投资者不想错过追逐中国股市反弹的机会 中国股市目前处于多年来的低点 龙舟精讯的分析师表示 如果政府坚持近期的这种落后于市场预期 而不是引领市场预期的模式 北京将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扭转局面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25号发布24条促进就业文件 凸显青年就业形势的严峻 相关新闻留言相当踊跃 不少人问 怎落地 放空炮谁不会 空洞与空罚 还有人直指民营强则国强 时事评论人士郑旭光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意见有一个比较新的提法 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 那也就是表示 规模性失业是一个新风险 中共的底线只求不爆雷 在看企业资讯之前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 美光科技股价上升16% 此前公司公布的当前季度指引 远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得益于其用于AI应用的 记忆体晶片需求激增 迪士尼25日宣布 为了提高企业级功能的运作效率 以全球裁员约300人 未来几天可能会有更多的裁员 谷歌表示 一向欧盟最高反垄断监管机构 正式投诉微软 围绕云计算业务的 这场矿日持久的争端由此升级 这起反垄断投诉 对谷歌来说是个转折点 近20年前 谷歌就成为欧盟反垄断行动的 持续针对目标 起因之一就是由微软支持的投诉 OpenEye正计划将其核心业务 重组为盈利性结构 以提高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同时首席执行官奥特曼 将在此次转型中获得股权奖励 同时OpenEye还宣布了一系列高层变动 原平台发布了第一款增强现实眼镜 该设备以可显示数字世界 和现实世界的结合视图 已是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实现目标的关键一步 有朝一日 这将成为智能手机的免提替代产品 中共正将会近日发布 对恒大第二号人物 原总裁夏海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夏海军采取终身证券市场 进入的措施 并处以人民币1500万元的罚款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人民币烟市场对中国新一轮 刺激措施效果的质疑增加而回落 先前消息引发的涨势 被视为反应过度 受此刺激而上涨的风险货币 包括一些新兴市场货币 也回吐涨幅 科佩首席市场策略师沙默塔表示 我们看到许多风险敏感的资产类别 基本上从中共政府公告之后达到的水平回落 这主要是因为投资人对于宣布的措施 能否成功提振实质的经济增长 抱持怀疑 再让人民币近日收市爆 7.02对1美元 较昨日收市升18点 续创超16个月的新高 汇价曾高减7.0105 瑞瑞银行亚洲首席外汇策略师张建泰认为 人民币将持续受增长前景改善 与利率下行的双性影响 预期将维持在期算水平附近区间波动 高尚指出 人民币近期反弹更多 是受外部因素所提振 在几轮套利平仓后 外汇头寸将更趋平稳 若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北京当局或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新展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虽然降息应会对人民币构成压力 但这可能会被股市资金流入所抵消 尽管如此 中国的经济前景仍然脆弱 只有在其他地区货币继续对美元升值的情况下 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才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9月25日一致通过一项跨党派法案 将要求司法部建立一个专门起诉国际贸易犯罪的新机构 来打击中国公司经常犯下的欺诈、逃税和转运行为 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国际贸易犯罪侵害法 也将透过向其他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 扩大调查和起诉范围 以及与国际伙伴合作 来加强全国范围内对于贸易有关的犯罪的因应 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默提在声明中表示 多年来 中共的掠夺性贸易政策迷反了美国贸易法 并透过倾销、逃税和欺诈等贸易犯罪手段 占美国公司、工人和消费者的便宜 今天 我们的法案在司法委员会两党支持下获得通过 这是追究犯罚者对这些非法活动的行事责任的关键一步 Fx168财经报道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里茨周三表示 日益加剧的美中紧张关系 正在开始颠覆全球贸易流动 这对发展中国家既是相遇也是风险 随着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从亚洲到拉丁美洲 新的贸易关系正在形成 他说 所有在中国的生产活动将会转移出去 我们正处于第一阶段 大量商品从中国转往越南 从中国转往墨西哥 这正在改变贸易流动的格局 斯蒂格里茨表示 在这个新世界里 战队边将变得非常重要 这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说 是个重大的机遇 他特别提到了拉丁美洲等 依赖对华出口原材料的经济体 称这些国家可能通过提升价值链 并在本国生产更多商品而受益 然而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 美国对中国贸易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可能会对新兴市场产生广泛的影响 他说 那将是一个黑暗的场景 非常困难 据一家欧洲情报机构的两名消息人士 和路透社查阅的文件 俄罗斯已在中国建立了一项开发和生产用于乌克兰战争的 远程攻击无人机项目 路透社星期三独家报道说 其中的一份文件显示 俄罗斯国营武器公司 而马茨安泰下属公司 在当地专家的帮助之下 在中国开发并测试了一种 名为G3的新型无人机 报道说 这份文件是库伯尔公司 今年早些时候发送给俄罗斯国防部的一份报告 概述了其工作 库伯尔公司在随后的更新文件中告诉国防部 该公司在中国的一家工厂规模性生产 包括G3在内的无人机 这些武器可以使用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 国防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 新次表示 如果得到证实 从中国向俄罗斯交付无人机 将是一个重大进展 下面来看最后一条简讯 随着国际金价一路临创新高 逼近2700美元 硅金属市场也正竖起一道新里程碑 全球15黄金总市值 首度突破20兆美元大关 那么黄金市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 截至2023年年底 全球已开采的黄金库存为21万2582吨 将这个数字折算为盎司 再乘以目前金价 恰好超过20兆美元 20兆美元的黄金购买力有多大呢 如果放到股市 全世界的黄金 差不多可以买下全球十大上市公司的市值总和 从历年市值变动情况来看 近四年 无疑是黄金市场腾飞的四年 瑞银分析师上月在报告中表示 尽管金价今年屡创新高 并且表现优于主要股指 但我们认为 未来6至12个月内 金价仍有上涨的空间 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会演节目内容 不是投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